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2025年将是台积电强劲成长的一年,全年营收有望达到千亿美元的里程碑 近日,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发表了对2025年及未来五年的强劲成长预期 这一预期不仅超过了市场普遍预期 展望未来五年,台积电预期营收将以接近20%的年复合成长率稳健增长 增长动能将主要来自智慧型手机、HPC高效能运算、物联网和汽车等四大应用平台 魏哲嘉持续看好全球AI渗透率的不断扬升 认为这将为台积电带来持续的业务增长和市场份额提升 为了支撑其强劲的成长预期 台积电在2025年的资本支出也将持续增长 魏哲嘉透露 2025年的资本支出将达到380亿至420亿美元 这一数字又于市场原先预期的上元400亿至410亿美元 在资本支出的分配上 台积电将约70%的资金投入先进制成技术 以巩固其在高阶市场的领先地位 同时10%至20%的资金将用于特殊制成技术 以满足客户对定制化解决方案的需求 另外10%至20%的资金则投入先进封装、测试及其他项目 以拓展其在封装和测试领域的市场份额 在先进封装方面 台积电上既的先进封装比重相较过往有所提升 这消除了外界对CoreOS需求下降的杂音 魏哲嘉强调 台积电将持续增加CoreOS产能以满足客户需求 预计2025年CoreOS的全年营收贡献将从去年的8%成长至10% 获利也将比之前有所进步 台积电在制成技术方面也保持领先地位 魏哲嘉透露 2奈米制成预计将在下半年如期量产 产能提升曲线预期将与3奈米制成相似 同时台积电已推出N2P制成作为2奈米家族的延伸 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 采用创新超级电轨SPR技术的A16制成 也将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 为HPC产品提供更优异的效能表现 在全球制造布局方面 台积电的海外扩张计划正在有序推进 魏哲嘉表示 台积电将依照客户需求建立海外产能 如果客户需求多且有政府支持 就会考虑建厂 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台积电获得了美国官方的权力支持 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座晶圆厂 已在2024年第四季成功量产4奈米制成 量率表现与台湾厂区相当 第二座和第三座晶圆厂 也按计划进行中 将采用更先进的N3、N2和A16技术 这一系列举措有助于增强台积电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盖厂 动作不间断 供应链最新消息指出 台积电南科18厂97控制中心 COP及Central Utility Plant新建工程 已准备动工 土方集装工程亦取得许可 为扩充3奈米产能做准备 台积电南科18厂为3奈米、5奈米厂区 近年依应客户需求 陆续将5奈米产能转换至3奈米 法人预估 台积电2025年3奈米产能 有望超越5奈米 营收占比有机会进一步黄金交叉 成为台积电先进制程主流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与法说会上透露 将在台湾持续扩张先进制程 及先进封装产能 包含在台南扩展3奈米制程 台积电7奈米以下之先进制程 营收比重快速拉升 其中 2024年第四季 3奈米营收占比26% 较2023年第四季 至15%大幅成长 法人预估 伴随南科Five18P8 于2024年下半年加入投产 及客户强劲需求加持下 2025年 有望超越5奈米营收占比 近期供应链也证实 台积电南科Five18P9厂区 COP新建工程 已准备进行 通常作为Five晶圆制造 及洁净式的前期准备工程 供应链认为 Five动最快会在2025年第二季动工 其中 土方集装工程已展开 推进速度非常快 根据设备业者透露 台积电南科P8厂设备陆续到位 预计至2025年底提供2万片支月产能 而宝山2奈米预计2025年开始量产 P1加P2将贡献约4万片支月产能 高雄22A2奈米照原定计划量产 22B预计在第三季进行封顶 供应链指出 建造一座月产能5万片的2奈米晶圆厂 所需成本至少280亿美元 同样产能支3奈米晶圆厂 所需成本约200亿美元 主要增加成本来自ASML EUV设备数量增加 是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 再创新高之原因 另外台积电最先进的1奈米制程新厂 船江落脚泰南沙轮 规划打造可容纳6座12英寸厂的 超大型晶圆厂GIGAN FAB 借此放大现有南科先进制程生产 聚落棕小并北接加以 南连高雄 屏东等国科会积极推动的科学园区 成为大南方新溪谷推动方案的核心指标投资 对于1奈米新厂 落脚泰南沙轮的传闻 台积电表示 设厂地点选择有诸多考量因素 该公司以台湾作为主要基地 不排除任何可能 台积电已在新竹宝山和高雄男子兴建新厂 作为2奈米生产基地 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内部将泰南沙轮1奈米新厂 命名晶圆25厂 业界解读 台积电在台湾投资最先进的制程 展现公司完成美 日 德等海外布局后 根流台湾的决心 台积电在台投资不停歇 未来兴建新厂重心江南夷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在主持法说会后受访时 证实此说法 台积电1奈米长址撤离桃源龙潭后 其他县市极力争取 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感受到嘉义 台南 高雄和屏东等陆营县市提出的配合蓝图和整体规划 由其高雄极力打造 从南科台南园区向南延伸高雄 白浦 桥头 南子等科学园区或产业园区 连接人物产业园区 合发产业园区 再到高雄最南端地新材料循环产业园 再与亚湾智慧 科技创新园区 及京创计划IC设计中心 京城完整的产业聚落 也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不断提倡的半导体S狼带 台积电1奈米落脚台南沙轮 等于扩大S狼带的重要性 预料将吸引更多的材料 和周边设备供应链投资 据了解 台积电已向南科管理局提出在台南沙轮 设立1.4奈米及1奈米用地需求 这也意味着六座厂的规划 初期前三座厂 即P1到P3将作为1.4奈米生产使用 后三座为1奈米 若中科厂能顺利交地 中科厂优先列入1.4奈米生产规划蓝图后 台积电在台南沙轮建厂 也可能改为前三座为1奈米 后三座为0.7奈米 南市府京发局2月上学回应 依应厂商建厂需求 南科管理局计划在沙轮园区新设AI生态科学园区 目前相关土地仍在规划中 详细资讯以南科管理局说明为主 南科管理局指出 沙轮生态科学园区目前依科学园区新设及扩建园区 作业须知规定 办理可行性评估并征求民众意见 将纳入民众意见审慎评估后持续推动 虽然1奈米级工艺还在筹备建厂阶段 但总体来看 谈点2025年 多数旗舰级消费型产品 都将使用台积电3奈米制成打造 如手机晶片三大巨头 苹果iPhone17至A19晶片 高通Snapdragon 8 Elite 2 联发科天机9500 并外向PC之Inkel Lunar AeroLake晶片组 AMD Zen 5 CPU系列 在AI加速器晶片部分 AMD Instinct M i355X率先以台积电3奈米打造 估计台积电也看到 AI晶片往更先进制成 推进至庞大需求 率先加大3奈米投资 维持市场领导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